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又見到這條人興梅啟明的新聞 我真的不明白他在想什麼 不過說真的 我相信不是那麼多人能明白他在想什麼 其實真的用一件垃圾來形容他 我也覺得準確無誤 已告天后梅艷芳的哥哥梅啟明 就在兩個星期就從傳媒講 找傳媒來講 開了個小型技招 梅媽沉美甘就被照顧他的護士和侄仔梅柏倫 就禁錮在荃灣某一個屋苑入面 哼 都猜到了 事情哪有這麼快就完啦 真是慢慢玩 梅啟明和你 直到昨天29號 梅啟明入品高院 控告那個護士和侄仔 就說兩個人就阻止梅媽和梅啟明接觸 阻止梅媽給梅啟明生活費 也都濫用梅媽的生活費等等 跟他兩位索償八百萬合共 八百萬 你是不是真的吃東西大了個膽啊梅啟明 原告人梅啟明 被告分別就是梅柏倫和鄭姑娘的人士 一句原告自己撰寫的入品狀就說 兩個被告就軟禁梅媽 不讓原告和梅媽接觸 又指梅柏倫阻止梅媽支付給梅啟明的兒子 每個月三萬元的生活費和教育費 令他兒子身陷經濟困境 抑鬱成病 你不要整天都拿個兒子出來說啦 誰都知道梅媽一向都會付錢給你洗的 梅媽養你的 屌你老闆 現在好了梅媽跟你脫離母子關係嘛 你就拿個兒子出來說 他的生活費每月三萬元是給他的兒子的 很討厭他每一次就拿個兒子出來說 有你這種老爸 你的兒子真是慘了個病 真是 你與其那麼有心機搞那麼多大龍鳳 想起那麼多這些古惑的 都不叫古惑 清不上古惑 白癡的 出來怎麼想可以拿錢 好話不好聽 梅媽都這樣的年紀 可能我阿手過多十年八載 不用十年八載 你都見不到他 你還想怎樣 原告在日品狀就說 他說大約自己在六年前就患上大腸癌 當時梅媽曾經答應過他 如果他能夠過到七十歲 即梅啟明自己過到七十歲 就要給他五百萬港幣 我又不明白這是什麼概念 你自己過到七十歲梅媽 為什麼要獎你 你真聰明 過到七十歲 就給你五百萬 他說當中有二百萬 是他的兒子 給他的兒子讀大學用的 你兒子還小 不太多讀大學 我又不信 你兒子要讀大學 我不信沒有人照顧到 老實說 就算梅媽真的有義務 一定要幫你養兒也好 那我覺得那些錢 給他老婆祖兒 好過給他 對不對 怎麼都不會是給你保管 原告更加表示他 其實在上年十二月 已經過了七十歲 而這個鄭姑娘 就在搞大龍鳳劇 誤導梅啪輪 而且一起 搞破壞 而且誤導梅媽 搞到梅媽 登報跟他 鐵梨這個母子關係 其實 你有沒有反省過 鐵梨母子關係 究竟是為什麼呢 難道別人那麼容易 搞到破壞 你不虛的 怎麼搞都破壞不了你 他更加不知 可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眼紅 就說梅啪輪 還有濫用梅媽 每個月二十五萬的生活費 就是梅姐 梅姐給阿留給梅媽那些 所以就要分別 梅啪輪和鄭姑娘索償 五百萬和三百萬 好了這一集的內容 暫時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